尤其紐約的法皇帝区是國來農農業的重要三個 但兩年來都受到飲水的困擾 市長委員提早年後就集團體經費改善當地飲水問題 現在在水利署的協助指揮 將於既現地公地及抽水站的工程當初 去台灣港後可以保護農農區的市民的死命的財產 台南紐約的法皇帝区因為地勢比較多 兩年都受到飲水的困擾 這幾年來水利局在市長委員長的支持指揮 市場導入經費來改善當地的水利消息 現在在水利署的協助指揮 將要設定一個1.7公斤的地方地及抽水站 將要改善法皇帝区登記營水的狀況 這個抽水站工程 現在它是一個地下兩層地上兩層的一個結構物 那我們有一個2CMS有4台 總共是8CMS的一個抽水產體 那另外呢我們前面有一個1.7公頃的一個自鴻尺 大概有4.8萬噸的一個自鴻料 那我們在12月份開工之後 會在112年6月份來完工 那未來呢我們前面還有一個8公頃的一個自鴻尺 那現在我們在辦理用地區的作業 那預計在112年的完成 那該自鴻尺大概有22.2萬噸的一個自鴻料 那這個錢加起來大概有27萬噸 我想這整個自鴻尺跟作業站工程的一個完成之後 對我們8公地區落農區的這個部分的淹水 可以大幅的一個改善 一般因為落農區這邊 地勢比較平 稍微比較低 所以落大雨的時候 尤其是短時強降雨 都容易淹水 還在當立委的時候我就想說 要趕快希望中央跟地方協力來做 那後來當市長之後呢 我們就希望說趕快撥經費 那前前後後大概從這三年來 已經這個大概支出5億4千萬 那其中中央也補助了相當多的經費 那謝謝水利署的幫忙 那我們也會再努力 趕快把這個工程盡速的完工 讓我們的巴翁李的民眾 我們的市民朋友 不要再每天落後就睡不著落臉 大家就很煩惱 所以我希望說讓民眾能夠安居樂業 這個工程尤其在二空二三年 六月分來萬港 除了不前10天的工程以外 市府也持續幾個第二期的地方在工程 尤其更前到9.7公斤 將可以提升整體的白水紅紅年力 記者綜藝會郭伯毅 劉苑區 蔡宏伯德